我們要挺的就是民主 破特王的合夥人出面受訪 強調台灣民主可貴 寧願放棄大陸市場 出顧損失達到新台幣上百萬 這片網紅破特王 與總統蔡英文合拍影片 卻因為片中提到 總統兩個字引來大陸合作方不滿 發出聲明譴責 直接借求合約 中國真的是太過分了 就是他要限制他們國家的言論自由 竟然連台灣的言論自由 都要限制 資深媒體人 中聯晃舉出和波特王合作的 網路影音平台幕後母公司 是中共國企光大集團 資本人高達3.4兆人民幣 還轉投資供典案 向新夫妻的中國創新公司 他的資本3.4 那這家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什麼 他當時成立在香港 就是要幫中國買一些 不能曝光的東西 他轉投資了中國創新公司 就是向新人來講 許氏評論員徐清皇也分析 光大集團和DMG共同成立印記光大文化產業基金 投資影音平台企圖操控輿論 而DMG還曾試圖買下台灣東森電視台 對於中共來說 這種影音項目直接影響到眼球 直接影響到明星 他怎麼可能放你單獨的一般的私人企業 去經營這個項目呢 中共國際掌握影音平台 對網紅言論進行審查 更試圖將黑手滲入台灣 波特王拒絕言論審查 也讓中共統戰手法 跟著曝光 新號人亞太電視 整理報導